在意大利南部,有一片被上帝眷顾的土地,它的名字叫做阿玛尔菲海岸。 这片狭长的海岸线,如同大海的一条绿色丝带,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。 崎岖的地形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魅力,而数个美丽小镇的存在,更是为这片人间天堂增添了无尽的色彩和活力。 1997年,阿玛尔菲海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,这足以证明它的非凡之处。 在欧洲,这里被誉为最适合情侣去的蜜月圣地,每一对恋人都渴望在这里留下属于他们的浪漫记忆。 而在阿玛尔菲海岸线上,最引人注目的小镇莫过于波西塔诺。 这个小镇仿佛是从童话世界中走出来的一般,它坐落在悬崖之上,小巧而精致, 镇上的房屋五颜六色,鲜艳夺目,与湛蓝的海水,蔚蓝的天空,以及幽幽的白云相互映衬,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。 在波西塔诺,你可以感受到喧嚣的世俗被轻易地摆脱,这里的生活节奏缓慢而宁静,人们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和愉悦的笑容。 鲜花星星点点地点缀着小镇的每一个角落,使得整个小镇都显得轻松而浪漫。 当地人相信波西塔诺是神话中海妖的故乡,他们相信海妖会用他们美妙的歌声引诱水手撞向岩石海岸。 然而,当你真正来到这个地方,看到那真实的景色时,你会发现这里的美丽足以让人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虑。 毕加索,伊丽莎白泰勒,索菲亚罗兰,这些名人都曾在波西塔诺留下过他们的足迹,他们被这里的美丽所吸引,被这里的宁静所打动。 当你漫步在小镇的沙滩上,看到那些排列整齐的彩色遮阳伞,沙滩椅和游艇时,你会感到一种别样的惬意和舒适。 海面上飘着点点白帆,犹如珍珠般晶莹剔透,在裤下里,这里就像一杯酸酸甜甜的柠檬汁,带给你一丝清凉和愉悦。 黄昏时分,整个小镇沐浴在金色的夕阳下,迎接着夜晚的到来,此时的波西塔诺仿佛变成了一个金色的梦境,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。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格曾经在游记中写道, 当你来到波西塔诺的时候,你感觉一切都不是那么真切,而当你离开这个时候,他的美丽可以将每一个过客的心牢牢抓住,留下无法忘却的烙印。 那么,如果是你,你最想和谁一起来到这里呢?是你的爱人,朋友,还是家人? 无论你选择谁陪伴在你身边,共同欣赏这片美丽的风景,都将是一段难忘的旅程。 因为这里不仅是一片人间天堂,更是一个让人心生向往的梦想之地。